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会致力吸引新会员 以及积极培育年轻一代 大家好 我是温建业 列治民山市 万感市华商会的会长 今晚很高兴我们两年一度的新任的总事高的就职典礼 和我们的酬府蔓延即将开始 两年来我是单任了会长 今晚也很高兴可以申算一个会长上来 继续领导我们商会的发展 过去两年来我们会搞很多活动 也都很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搞了两次去中国商贸代表团 也都我们每两个月有这个 Networking Line 让大家有机会交流 我觉得我们执行到我们的责任 可以给大家有个机会来到去推广大家的业务 来到去推广自己的生意 那么在今晚这个成会里面 我们大概是有600个奔客来到参加 大家一起举杯共欢 希望我们能够继续我们的业务能够蒸蒸日上 多谢大家 我是何邓小仙 我已经参加了列治文三万感事华商会 是从1999年开始 在当中里面我学到很多的功课 还有所有的会长 他们的教导 还有他们所用的心 去将这个会展成到今天这个华商会 那么多的members 是我要去接成这个重任 而在这两年里面 我将会是继续去发展 在主流社会 还有在华人的社会当中 更加会是跟三级政府 一起共同去努力 为我们华人服务 另外一方面的话 我自己是很有passion 在青年人的身上 因为他们就是我们的下一代 当我们教好他们的时候 如何成为一个有成就的商人 或者是business person 我们是需要很多的mentorship 我愿意这两年里面 继续的努力为商会服务 多谢 今天晚上非常荣幸 能够代表总理出席 列治文山万景寺华商会的 20周年纪念 同时今天晚上也是 他们的新一任的董事会 救治典礼 华商会在多伦多和列治文山 这20年来做出很大的贡献 尤其是在中国人的社区里 还有我们华商的商界里面 同时他们也组织了 往中国的双边贸易的访问 在去年的12月份 带领了华商总会 多伦多华商总会的一个代表团 到中国去多个城市的访问 这一次的访问非常成功 所以我今天晚上 我仅代表加拿大政府和总理哈勃 向他们祝贺 祝他们在另外的20年里 更往上一层走 恭喜恭喜 我首先代表呢 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 这位万锦市列治文山市华商会 成立20周年 表示这个中心的祝贺 同时也祝贺他们选出了 一个新任的会长 那就是何邓小仙女士 祝贺他们呢 在未来的日子里呢 走得更好 那么我想呢 这个列治文山和万锦市华商会啊 在过去的几年里 特别是我到任之后 举办了很多有意义的活动 特别是在促进中加两国关系方面呢 做了很大的努力 他们多次组织呢 加拿大的市长到中国访问 那么进一步呢 使我们这个中国和加拿大的地方政府方面的联系呢 今天晚上这里 列治文山人山人海 在我后面呢 真是引起火爆啊 为什么呢 原来是一个挺有意思的里程碑 就是列治文山市和万锦市华商会 哇 省了眼了 过了二十年 过了二十年啊 这个华商会 我记得二十年前啊 这个万锦市啊 和列治文山啊 都是人口 都不过现在差很远的 那么这二十年的发展是很紧要的 今天很高兴 二十年得到 这个华商会啊 和两个城市啊 两个高速度发展的城市呢 大家攜手 大家合作 那么华商很紧要的 为什么呢 你中国这个经济起飞 那么全世界都发展的 那么安省呢 都是一个重点发展区域之一来的 那么有我们 那么多的华人在这里 做这个真正的桥梁 那么推荡了这个安省 和中国的双边贸易啊 创造一些就业的机会 令到我们经济增强很多的 那么当然啦 你对这个中间的交流呢 一定有好处的 有时真的不单止是赚钱 不单止是华商 他们两边走呢 把两方面的文化 把中西的文化呢 都是结合 融合起来的 那么20年 啊 说来就很快趣 但是捉连计 捉连计 捉连计 捉连计呢 捉连计呢 都是一个 挺长的日子来的 那么这里恭喜 新的会董 新的会董 据我所知就是啊 何邓小先 女士 和新一届的理事 在这里呢 也是 多谢应戒 温健 业先生 他会长和会董呢 努力的贡献 没有了 那么送救迎身啊 是不是向新的 祝福他们 继续为 这个这么好的华商会 智民山 万感舌 华商会呢 继续努力 希望呢 就是 愈做愈大 这到夜 公祝啊 祝愿吧 WOW TV的观众 身体健康 WOW TV观众 谁做生意的 希望你们 鸿逃大展 不尽才愿 滚滚来 多谢 我是梁中心 是国会议员 亦是多元文化的国会秘書 亦是呢 这个 一个黎智民山万感舌 华商会的 創会会长 那么 今晚我很高兴 能够来这里 和他们一起 分享 慶祝他们的 20周年 一个会 能够有 20年的历史感 是一个很难 达到的 一个地位 第一 是 证明了 他们已经能够 由一个 幼童 就是由个 到20岁 变成全成熟了 希望今晚 大家一起 高高庆庆的 一起分享 多谢你 大家好 我是Sunny Ho 何志立律师 那今天呢 就是我们 列治文山万感事 华商会 就在一个 这个 Richmond Hill 的喜雷登酒店 就做我们的 20周年的 慶祝 和我们有个 新的会长的 上场 今晚我们 我们预计了 就大概有 500至600位嘉宾 包括三级政府的人员 会来出席 而且我们今次很高兴 就会 我们筹回来 今晚的 钱款 我们会捐 一万五千元 给这个 药克区 叫做 McKenzie Health 以前的York Central Hospital 是帮他们去 买这个 持力共振的仪器 那今晚我们 就 节目都很多 那我们有 功夫表演 唱歌表演 那也都会有 Live Auction 就是好像 的东西 那就应该 希望大家 今天来到 会很开心 那样的 多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列治民山市 第三居市医院了 在这里很开心 华商会 已经有20年了 那我自己都身为 在列治民山市会 和这个 列治民山 曼禁市华商会 其中一个桥梁 那我都很开心 今晚能够 参加这个活动 那在这里 就预触新一届 的董事 能够继续 将我们的 华人 那个商业 再推上一层 那希望 今晚大家玩得开心 多谢 大家好 我是曼禁市市医院 何湖景 今天很开心 是来到这里 参加 列治民山曼禁市 华商会 的换届 那大家知道 就其实 在很多 华人 是移民了 过来加拿大的 那有些在这里 找东西 有些呢 就在这里 自己 创业的 那 华商会 对所有的新移民 其实 的帮助是很大的 因为一来 他们就知道 管理的 规矩 二来 他们又有 原居地的 connection 那 变成了 所有 如果想创业的人 他们透过 参加华商会 然后就把自己的 网络扩大了 那 他们创业 的困难 就越来越少了 过去 那么多年 华商会 对新移民 尤其是 新创业的移民 的帮助是 非常之大的 我在这里 祝他们 八尺光头 更进一步 多谢 My name is John McCallum I'm the member of parliament for Markham Unionville and I'm delighted to be here for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the Richmond Hill Markham Chinese Business Association This association plays a really important role in tying Canada and China together China is now the second big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so it's very important we increase our ties and the members of this association play a major role in that so I just want to wish everybody a pleasant evening and lots more business with China Thank you Ni Hao Lei Ho I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congratulate Richmond Hill Chinese Business Association on their 20th anniversary I wish them all the best and also I congratulate them on organizing this wonderful fundraiser for McKenzie McKenzie Health Richmond Hill Hospital so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he good work you have been doing and for all your efforts over the past 20 years thank you and thank you and thank you and thank you 感谢收看今天的大豆故事 我们下期再见